嗨,大家好,我是Pen OK,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行情 OK,现在也是下3,2多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很明显的就是下跌三角形 然后我们也知道说这个debt cross已经是割了 所以割了就代表说它的那个下机会是很大的 然后我们也知道说割了过后它还有可能会跌10%左右 有可能会跌到16,000 然后刚刚好我们看回去之前的历史 16,000也是一个support的哦 所以有可能它会在这个16,000 或者是在这个19,000 所以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它跟这个高度和这个debt cross的那个数据是基本上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support 它现在越来越没有力 越来越多价钱徘徊在这边就代表它越来越重 就好像很重的东西在这个支撑点 那么它就一定会破 它好像在一层的冰上面这样 越来越重它就会掉下来 所以这边的这个support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OK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 就是你们在这个b.com注册了 你们会总共拿到8加5 就是8块是拿来交易的 然后5块是拿来扣这个手续费 除此之外现在又在做这个promotion 就是做这个优惠 因为你们充100U就马上得到这个20U的这个体验金啊 所以是非常非常优惠啊 喜欢玩这些杠杆或者是期货的人 是非常非常值得 只是点下面链接 我的粉丝们不用想这样多 直接马上注册 你就可以得到这些优惠啊 OK 然后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数据啊 OK我们看一下这个b.com 就是说这个b.com以前就是小户到大户 他们是几时囤币的 看一下去年的10月开始 也就是说1万块开始 少过一粒的比特币 他们是几时才真正进场耶 OK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条线是11月啊 OK11月的时候还有上升一点点 然后这边他们是卸货 negative是代表他们卸货 或者是没有收 然后过手直到差不多接近2月的时候 他们才开始慢慢囤 然后5月的时候他们才卸货 闪户是2月进场5月的时候出场 OK我们可以看到就是1到10个比特币的人 还有这个10到100个 他那个数据是差不多类似啊 OK我们可以看一下 他们都是从10月的时候一直慢慢囤 囤到然后过手接近1月的时候 他们就慢慢卸货 这个10到100的他们是1月前 就是12月前他们就慢慢卸货 也就是说他们在这个20千的时候 他们是慢慢出场 一直出场 他们不是持有更多 他跟这个是盗盘啊 他是慢慢出场 这个比较小的 他们就到到1月的时候就正式慢慢出场 这个比较大户的 他们就更早就大概在12月的时候 他们就慢慢出场 OK我们再看这个100到1000的比特币的 OK这个是他们是大概是30千到60千 他们囤币是大概是从1月中的时候 囤到差不多5月基本上他们只是持有 但是他们没有什么卸货 他们一直囤币哦 然后我们再看接下来就是1k到10k 他们是从10月的时候慢慢一直囤 囤到30千大概30千他们才卸货 OK然后现在比较有趣的是他们好像是进来哦 看到吗 这个是大户啊 这个是Big Wheel啊 这个是金鱼啊 所以从这个整个数据来看哦 小的卡跟那个大的卡 其实他们做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OK我们讲有一点类似是少过一个比特币的人 他们跟这个100到1k的人 是大概是类似的 但是这个1k的人呢 他们是没有卸货 他们没有出场 反而是这个中等级的他们出场 而且10到100里的他们持有一点点 但是他们一直卸 到现在还是一直卸货 OK然后只有真正的金鱼 我们可以看到真正的金鱼是 已经出场 现在是慢慢收 所以从这个数据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20到30千就是大户收集的时间 所以也就是哦 现在他们是慢慢进场 所以我觉得要进场他们也不可能停在这个30千 他们有可能会停更低 因为他们已经基本上已经是在60千的时候 50千60千的时候已经是出场了 可以在这个数据可以看到他们卸货很快啊 在这个2月的时候啊 从40千到60千他们是一直卸货 所以现在他们就是一直买回来 他们一定要收更便宜 所以记得 即使他们收不代表说他这个价钱会上啊 不是啊他们是希望能捡到更便宜啊 我觉得下跌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在我们可以排位就是2426 然后有可能我们可以排在最低最低 我们的最后子弹是排在这个16千 所以今天我就讲到这边为止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就按赞和订阅我的频道 下次见 拜拜